男人正悠闲地啃着进口巧克力看着杂志 听到战友回来的声音 他熟练地把巧克力藏进了抽屉 拿起抽屉的两包烟 花子留给自己 大前门随手扔在了桌子上 对于战友的称赞 他也只是回头瞄了一眼 男人名叫赵蒙生 并没打算跟战友搞好关系 因为他来连队只是为了度金 曾经为了躲避下乡进入军区 现在想要直接回城比较困难 于是老母亲想出了曲线调动 他也把下连队当成了体验生活 粉红色的保温杯 昂贵的雪花糕 洗脸用的是九毛六的檀香味香皂 牙膏由小兵给挤好 豆腐块由小兵帮忙搞 连长本来对他寄予厚望 可当让他讲话的时候却露了线 我愿意和大家一起 把工作做好 呃 这个 讲完了 连长顿时面露难色 只能带着战士们不停地鼓掌 拉链的时候 更是让他公子哥的身体显出了远行 不仅被队伍甩了十万八千里 就连身上的装备也都到了小兵的身上 静开来看到气不打一出来 开始对着苏大强指桑骂怀 就你这个懒散劲 三天 我要不把你这儿拉稀了 算我不吃静开来 吃饭的时候 对着粗面馒头 他挑三拣四 正愁着手里馒头没法处理 苏大强想让他帮忙改改写的诗 他顺手把馒头塞到了苏大强手里 苏大强手里的也正愁吃不完 就悄悄地放到了静开来的桌上 静开来抓起馒头 把鸡又拍了回去 赵萌生顿时也来了脾气 巴拉以下推到了一边 连长注意到了桌上的火摇位 赶忙抓起馒头 放进了自己的嘴里 洗澡的时候 静开来开始不停地抱怨 其实他来连队这么多年 早就可以升到副连长的位置了 可由于他爱提一件 不注意场合 这么多年下来 还只是个泡牌的派长 就在他发牢骚的功夫 小兵过来给赵萌生洗衣服了 静开来一听更是大发雷霆 送去 连长认为没必要这样 该照顾的还是要照顾的 你照顾他 他不照顾你 静开来之所以这么大火气 主要还是为连长着急 连长梁三喜结婚三年 每年只有一个月的探亲家 年初还是妻子千里迢迢过来看他 现在家里的妻子马上就要生了 梁三喜的假期也好不容易劈下来了 就在他要离开的时候 新派来的指导员赵萌生来了 害怕赵萌生不熟悉连队 梁三喜打算带他先熟细下队伍 本打算最多带一周他就走 没想到这都一个多月过去了 赵萌生这边还是不上道 家里的妻子和老母亲天天守着大门 期待着梁三喜的归来 可盼完欣喜盼月亮 就是不见梁三喜的身影 为了让梁三喜回家体面点 静开来把自己的新皮鞋都送给了他 赵萌生这边天天去收发是找信 就是希望老母亲赶紧把他调走 这天老母亲发来一件紧急邮件 调令正在紧急办理 你一旦接到调令物必尽快离开连队 据可靠消息 你们均将会有重大行动 此手绝密 你自己知道即可 且磨声张且磨瞎传 聪明的赵萌生赶紧来到图书馆 翻看最近的报纸消息 当看到中越边境的矛盾问题 一时间他变得紧张了起来 回去之后他开始变得心不在焉 对于梁三喜的态度也是冷嘲热讽 梁三喜被搞得一头污水 他也去查看了最近的报纸 又看了看边境的地图 梁三喜顿时明白了一切 看来赵萌生着急调走跟着有关 就在他们谈话的时候 近开来发现了在门外偷听的赵萌生 这个老娘们要胆敢在部队上前线的时候 把你这个花花公子给我调回去 你看着 我要不自费上北京告他去 我就不信进去来 很快上面传来了当晚开拔的消息 就连杀好的猪都来不及处理了 当天赵萌生也收到了调走的文件 他开心地拿出杨九药跟梁三喜庆祝 梁三喜知道侯怡常的愤怒 赵萌生开始讲好话祈求梁三喜放他走 你滚 滚 现在你就给我滚蛋 梁三喜之所以这么生气 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 当年知识青年下放的时候 他们这些高干子弟害怕下乡 都纷纷涌到部队里头来 现在感到在部队吃苦了 又削尖了脑袋要回大城市 这马上就要去前线打仗了 赵萌生却要通过关系紧急调走 梁三喜是越想越气 梁三喜最后对着赵萌生说 你身上穿的可是军装 关键时刻往前走一步还好说 如果往后退那你是什么 赵萌生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应答 也许是面子上挂不住 他坐上了去往前线的列车 战士们都在开心地抽烟打牌 只有赵萌生蹲在脚落门闷不乐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中越边界 看着越南无数的碉堡 还有早就对准了我们的炮口 近开来不近开口骂了起来 就连边境的学校也被炸成了废墟 连孩子们都不放过 他们的行为实在是可恶至极 就在大家都在紧锣密鼓准备战斗的时候 赵萌生却心不在焉寝室难安 家中的老母亲更是着急 考虑到现在的军长曾是赵萌生父亲的警卫员 自己对他又有救命之恩 赵萌生的老母亲给军长打去了电话 这边的军长正在指定战略部署 听到电话的内容 他的脸瞬间阴沉了下来 紧接着立刻召开了战前动员大会 军长到台上大发泪霆 战争马上就要打响了 战士们马上要去战场上拼命流血牺牲了 然而军营里却发生了一件奇闻怪事 她竟有本事从千里之外 把电话要到前沿指挥所 我们都知道 在这种关键的时刻 军长的电话可是分秒必争 千金难买 她来电话干什么呀 让我关照她的儿子 要我把她的儿子调回后方 把我的指挥所当作交易所了 她奶奶的走后门竟走到 我来流血牺牲的战场上 军长虽然没有直说是睡 但基本上也跟指明道姓差不多 我不管她是天老爷的夫人 还是地老爷的太太 谁敢把后门走到战场上 我偏要她的儿子 第一个扛着炸药包 去炸药包 战士们响起了雷鸣班的掌声 赵萌生却犹如白掌挠心 只得羞愧地低下了头 大会结束后 赵萌生躺在帐篷不愿出去 此时门外的靖开来又开始说话 他大赞军长骂得好 看来打起仗来还是要靠我们老百姓 说着靖开来又大声警告战士们 就连边上的苏大枪也跟着起哄 受不了羞辱的赵萌生忽然坐了起来 他告诉连长想跟大家谈一谈 连长立刻集合了全联的战士 连长宣布了一项命令 提升靖开来为副连长 临时提干 靖开来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他一句话都没说 只是给战士们尽了一个礼 接着连长宣布了此次行动的任务 担任尖刀帘执行穿插 回到帐篷的靖开来沉默了 眼睛死死地盯着一家三口的全家福 靖开来的思绪回到了之前 那天 他忽悠着妻子穿上了城里流行的新衣服 还跟儿子一起夸妻子真好看 也正是那天 一家人幸福地拍了这张全家福 这是他跟妻子最后一次见面 当然也可能是他们的最后一面了 为了方便受伤的时候爆炸 靖开来被踢成了光头 战士们起哄让升官的靖开来请客 一向勤俭节约的靖开来 不仅大方地拿出了十块钱 就连身上的滑子也全都撒了出去 看到连长一连的愁容 靖开来忍不住感叹 哎 副连长副连长 战前赏了我一个送死的官 为了能顺利完成任务 上级还给他们补充了15名兵力 其中有个来自北京部队的小北京 来之前就已经剃光了头 临出发前 他们颇天荒地吃了一顿饺子 大家一起面无表情地喝着酒 赵萌生拿出了私藏的养酒 却被靖开来开玩笑地说 那是男们喝的 赵萌生拿起酒瓶框当 一声敲了个细碎 就连剩余的也全都倒在了地上 仿佛是要跟过去的自己彻底划清界限 靖开来意识到自己玩笑开的优点过了 赶忙给赵萌生道歉 并伸出手请求与他和解 有时候男人的情感就这么简单 一个简单地握手 就可以化解一切的温愁 两人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靖开来对前来敬酒的宣传干事说 万一我老金光荣了 别忘了在报纸上 吹一吹 连长和靖开来一直喝到了深夜 那也是零工件 两人对于水带尖刀排起了冲突 靖开来认为 不能让赵萌生代 毕竟他是文化人读书不容易 也不能让梁三喜代 自己兄弟四个还都在 少了他一个也不会绝后 梁三喜家里就剩他一个独苗 如果再牺牲了就真的断后了 当晚梁三喜决定给妻子写封信 看着手里的波浪姑 他想起了年初妻子来连里探亲 波浪姑是战士们对他们的祝福 希望他们年底能抱上孩子 临分别的时候 妻子又把波浪姑给了梁三喜 希望他回家的时候亲自送给孩子 此日天还没有亮 对月子为反击战争时打响 一阵疯狂的狂轰乱炸之后 我军开始发起了进攻 尖刀连凤柳之行穿插任务 与林中行军并不容易 他们一边用砍刀开路前进 一边还要时刻注意保持隐蔽 然而总部还是嫌他们速度太慢 为了能加快行军的速度 连长要求轻装前进 就连做饭的锅都扔在了地上 连长以为小北京在看小说 拿过来才发现是战争论 他不仅能看懂甚至还能背诵 小北京有个远大的理想 将来要做元帅 连长听后赶忙卸下了他身上的装备 来 把这给我 别把咱们的元帅压垮了 现在我还是你的士兵啊 次日拂晓的时候他们发起了进攻 先用尖炮炸掉了安保 接着一边躲避敌军的轰炸 一边持枪发起了冲锋 前进中一个小兵不幸被炸伤了腿 这也是他们首次有人受伤 很快他们成功占领了敌军的阵地 进入碉堡之后他们惊呆了 沙袋是中国的大米 吃的是中国的干粮 用的是中国的机枪 打的却是中国的部队 所有人都没再说什么 而是把所有的愤怒用子弹送给了他们 没想到 可恶的敌军居然切断了水源 眼看战士们嘴上都起满了干皮 有的甚至可晕了过去 要是再没有谁 就要全军服吗 有人想到山脚下有甘蔗地 可以搞过来给大家先截截壳 走 去砍甘蔗 近开来一把拦住了赵萌生 知道人 有你这话就行了 犯错的事 哪能让你们这些当政治的去干 反正我近开来没有政治头脑 已经出了名了 我就不信 那边 二百个亿换不回来他一空 甘蔗 一般 拔拔 跟我来 走 走 就在战士们等待甘蔗的时候 山下突然传来了一声巨响 紧接着一名战士哭喊着 扛着甘蔗回来了 原来近开来在回来的路上不幸踩中了地雷 等他们把近开来扛回来 他也已经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临死前近开来只说了一句话 让他活吃甘蔗 伏联长 大家面无表情地咀嚼着近开来用命换来的甘蔗 说不出这是什么样的味道 也许越南的甘蔗本就是苦的吧 等大家调整好状态之后 他们对主风发起了进攻 由于碉堡的火力过猛 他们迟迟拿不下来 小北京主动请鹰去轰炸碉 调整好位置后 他扣动了扳机 没想到近11颗亚弹 他们赶忙再次换了一个 没想到第二次还是亚弹 就在小北京愣神的功夫 一发子弹穿过了他的胸膛 连长看到慌忙跑了过去 当看到炮筒上的字样他愤怒了 连长找到一发好弹 然后一炮弹掉了地方的火力 在他们搜索餐地的时候 不远处突然传来了枪声 连长大喊隐蔽的同时 一脚踹开了赵蒙生 自己则不幸被机枪打穿了胸膛 大家慌忙上前查看 浓厚的鲜血浸透了连长的衣裳 赵蒙生伤心地垂地痛哭 此时不远处又传来了枪响 赵蒙生端起枪就开始扫射 随后他抱起一捆手榴弹就冲了过去 并一炉冲到了敌军的山洞口 伴随着洞梅一声巨响 敌军被彻底消灭干净了 对越自卫反击战取得了胜利 赵蒙生幸运地活了下来 在检查连长衣服的时候 他发现了一张欠条 那是梁三喜欠战士们的没笔账 赵蒙生把纸条揣进了兜里 并嘱托任何人不能把这事传出去 这天梁三喜妻子韩玉秀 砍差回家的时候 看到了门口的两辆自行车 进门就看到了镇上的领导 还有已经哭成泪人的婆婆 原来是梁三喜壮烈牺牲了 另一边战争取得了胜利 老百姓开心地夹到欢迎 战士们的脸上却看不到一丝的喜悦 然而让他们更想不到的还在后面 为什么禁服连长 连个三等功也不批呀 原因竟是靖开来爱发牢骚 这存在违反纪理的问题 战场上喊干净是我同意的 要处分 你处分我 战士们也纷纷求情 希望能给靖开来急功 没想到上面说所有事情都已经确定 赵蒙生听后直接放出了狠话 那我越级反应 我要向军党委 军区党委反应 烈士奖章授予大会上 每个烈士的家属都神情严肃 也拿到了应得的勋章 唯有靖开来的妻儿独坐在角落 他们什么都没有 赵蒙生看到无比的愧疚 大会结束之后 赵蒙生找到了他们母子 并拿出了自己的一等功勋章 希望他们收下 他无功 不能受伤 大嫂 开来他 确实是英雄啊 他一个人就炸毁了敌人的两个调宝 是他带领着我们 打推了敌人三次反复 他是为了我们大活去砍干着 我清楚了 开来他 救了我们九连呢 最后在赵蒙生的坚持劝说下 他们母子才愿意收下了奖章 赵蒙生的老母亲来到连队 他是希望赵蒙生能调回军区 然而此时的赵蒙生却改变了想法 怎么 咱们血也流了 功也利了 咱们也问心无愧 咱们问心有愧啊 这天宣传干事告诉赵蒙生 萧北京的亲属找到了 原来他是雷军长的儿子 赵蒙生听到愣在了原地 另一边 军长看着他们父子的照片红了眼眶 一时间他的思绪回到了从前 我这穿草鞋的家里 出了秀才了 不是秀才 是未来的元帅 军长一边落泪一边给妻子写信 儿子这么就没给你写信 你应该已经猜到了 孩子 永远回不来了 给妻子写完信之后 军长过来看望赵蒙生的老母亲 老母亲一见面便开始抱怨 你现在厉害了 居然在战前动员大会的时候骂我 当初我从死人堆把你背出来的时候 你怎么不骂我呢 赵蒙生想让母亲不要再说了 却被军长拦了下来 军长走上前给赵蒙生的母亲道歉 然后接着说 天下父母都一个样 谁不疼爱自己的孩子 像梁三喜近开来这些烈士 也是爹娘生养的 人家都有妻儿老小 难道我们孩子当兵来 只是走过场 该流血牺牲的时候 让老百姓的子弟上 这不是共产党 老母亲还想狡辩 却被赵蒙生拦了下来 此时苏大强把功勋章送了过来 看到军长借过功勋章 老母亲一下子明白了一切 他开始后悔刚才说过的话 没多久苏大强带来了一个老者 他是当时服侍赵蒙生的小兵的爸爸 看到爸爸过来 小兵非常开心 爸 我是亲生 战士们却变得鸦雀无声 老父亲发现了凹陷下去的床单 拉开被子老父亲静呆了 原来孩子的两条腿都不在了 小兵请求爸爸千万别告诉奶奶 不跟你奶奶说 以后我也不会去见他 爸 这个给奶奶烧去 我走了 没多久 梁三喜的家属终于赶到了 赵蒙生听到地马赶了过去 自从得知梁三喜去世的消息 玉秀的奶水就出现了问题 孩子被饿的娃娃大哭 见此情形 赵蒙生直接卖掉了自己的进口照相机 给他们换了奶粉和饮料 接着赵蒙生把梁三喜的衣物交给了玉秀 军大衣下面放的是那个波朗鼓 看到波朗鼓 积压已久的情绪在这一刻全部爆发 玉秀抱着梁三喜的粉毫淘大哭 他不断地摇晃着粉头 希望能换心里面沉睡的爱人 只可惜死去的人再也回不来了 玉秀边哭边安慰梁三喜 一定会给梁大娘养老送终 也一定会把孩子养大成人 只希望酒泉下的梁三喜能够放心 没多久梁大娘也找了过来 就在两人对着墓碑说话的功夫 军长也走了过来 此时他们还不知道军长的身份 当听说他的毒子也埋在这里 梁大娘上前圈围到 俗话说 人活百岁也是死 孩子们这么死了 知道 之后他们都没再说什么 当听说进开来没有被立功 军长非常的生气 不给进开来立功 天理难容 为了给梁大娘送信 他们做了一桌子丰盛的饭菜 军长也特意赶了过来 他说他不是以军长的身份过来 而是以劣势家属的身份过来的 听到这 从不喝酒的梁大娘也端起了酒杯 这是他人生中第二次喝酒 第一次是三十多年前大儿子抗日牺牲 这一次是因为三儿子对月牺牲 举杯前大娘忍不住感叹 一杯酒下去后 梁大娘把藏在身上的钱取了下来 想请赵萌生帮忙把梁三喜 欠的六百二十块还给战士们 原来梁三喜早就把签账单寄回了家 他们之所以这么多天才到连队 是因为下火车后为了省钱 徒步好几天才走到了连队 看到桌子上五百五十块斩新的抚恤金 大娘 不能了 玉秋嫂子 不能 就抚恤金 老人家万万抚恤金 大娘 赵萌生跪下来请求大娘 这个钱让她来还 因为梁三喜都是因为她而牺牲的 然而梁大娘说啥都不同意 因为这是梁三喜生前留下的话 赵萌生趴在长椅上哭了起来 玉秋拿着信走到她的跟前 这是梁三喜最后的一封信 现在也算是她的遗书 信中说到 前几天为老父亲至并欠的债 还有六百二十元没有还清 如果我死了 政府会发放五百五十元的抚恤金 你再把家里的猪卖了 凑上去我看就差不多了 人死账不能死 人穷智不能断 还有孩子的名字就叫盼盼吧 希望能给你们盼来好日子 离开连队之前 梁大娘和于秀给梁三喜献上了花环 他们想要再多看一眼 随后坐上了连队的车踏上了归途 山渡蜿蜒曲折希望能多留他们一刻 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 军长缓缓举起手臂 给他们行了一个军礼 微风拂过摇曳的田间 一粗粗花环扑洒在烈士的陵园 他们的英灵一定在其中银行高歌 高山下的花环是有谢金导演指导 上映于1984年的战争电影 时至今日 战争似乎已经离我们很遥远了 它变成了游戏里的画面 电影中的剧情 书中的章节 但请不要忘记 在那些遥远的青山里 埋葬着许多曾经年轻的生命 他们永远都是最可爱的人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大家评论点赞和转发 我是鲨鱼 期待与您的下一次相遇